来自那里非常受欢迎的黑哲铭 啊没有 是周笔账 耶 欢迎笔笔 那也不是第一次上来了 其实呢 我们观众都很高兴地再次见到你 你真的好厉害哦 在经济不紧的情况下 每一年都有新专辑 每一年都上我们的节目 对啊 所以我刚刚说黑哲铭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咱们的名字就是黑哲铭 然后呢 那个变化 还有那个风格越来越大了 那其实呢 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段时间 然后自己 就是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吧 对 因为就是你 慢慢然后接触东西多了 然后所以 你想要 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些 更多新鲜的东西 对 然后所以就是 有了上一次 爱玉光镜 然后那个变化 然后也有这一次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会更加的 符合自己的个性多一点吧 就各个方面 那就直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 这是现在这一次的特色在哪里 因为之前的歌曲 我觉得都是很有型的那些感觉 然后这一次的特色 然后是会比较特别 然后分成两张CD 然后一张各无首 然后分成黑白 对 那么其实黑白这两张 然后我觉得是 比较 应该也会比较像我个性多一点吧 对 就是有黑白 很极端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 你什么星座的 狮子 狮子座 哦难怪 所以我们都天蟹座 我们都了解嘛 对不对 我们开心跟不开心 根本就是两种人 你知道吗 那其实讲回你的新专辑 看出呢 就是那个外形 路线呢 风格方面都蛮大的转变 但其实我是女生呢 我就觉得对一个人来说 如果转变突然变得好大的话呢 会不会就是感情 或者你的那个思想方面 也变成熟了 特别是在感情方面 你想问什么 北文的东西吗 对啊 软转一点 是不是 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就是可能 你有时候 然后我觉得不一定是会 会碰到感情啊 我觉得有些碰到一些事情啊 然后也会让你会 就是整个想法 然后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啊 都会也是随着年纪长大 有自觉的变化 或者是入行 就过了几年之后 自己看你的经历 比较多了一点 对都会 我觉得 呃 从之前到现在 我也发现我自己 然后一些想法 一些看的东西 然后会变得 还挺多的 真的吗 那我们带我们的粉丝 今天要问你一下你的爱情观 不用问你什么绯闻啊 现在没有拍拖那些 如果你有喜欢的类型的话 是哪一种 你是不是喜欢被 就享受被照顾的感觉 还是你很喜欢去照顾别人 还好耶 就是如果呃 我应该是会看感觉多一点吧 真的吗 对对 就是那个人给你就没有安全感 或是那种吗 不是就是看那个人 然后呃 你是看他的内涵 还是他的外在那种 没有说特别 就是怎么样的感觉 对就是 安卓演那种 对 很好 这也是世纪就的特色 你知道吗 还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 但是近年我觉得圈中很多的艺人 或者明星呢 都是流行的啊 很急的结婚啊 生孩子啊 对 但你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压力呢 我啊 家里面还是会有啦 嗯 对啊 但是 可是他们也知道没有办法 因为是这个工作的关系 对 我也把同一个答案给我爸妈 哈哈哈哈 所以我 就这样不需要结婚 看来娱乐圈要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婚姻 注册啊 或者的介绍所那种 对啊 其实这一行呢 好多人都以为我们很 就是 很多次多彩 面对很多人 其实 要空间来说呢 真的很少 嗯 对就是 呃 花在工作上面的时间 然后会更多 然后可能 而且比如说 像内地 然后也不像香港 就是 去到每个地方都 呃 很方便 然后时间很少 对啊 就是去 其他内地很多地方 然后其实就是 你花 花的路程是会 会更多的 嗯 那其实呢 讲起你小时候吧 因为你看了你之前的 呃 入行的时候 你心上比较男性化 中性一点的 其实小时候呢 你妈妈会 会让你穿裙子 还是穿男生 那个打扮得非常漂亮 真的耶 天天然后给我打扮什么 那种扎小辫子啊 或者是什么穿花裙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你蛮 很女性的打扮的 嗯 其实最新的 去年你派的那首 非常有新的歌曲 把眼镜拿下来之后 大家真的是眼前一亮了 突然间 哦 好漂亮的鼻子哦 对啊 不同的感觉哦 其实告诉大家 那我小时候也有 就是拿过我姐姐的裙子 有穿过一下 真的啊 很多男生的有这样子 喂 有啦 你认识什么男生啊 我认识啊 四穿而已 四穿我就知道什么 做了一个小手术之后 要穿裙子 强迫自己要穿的 OK 不过现在我们要听的 就是你之前的歌曲 是一贯好 我并不孤单 想你才孤单 在弥漫 仿佛的爱上 被人我一样 不作响 自己就是思念 太强 你当然在空转 紧握时光谷的暗光 空心转发烫 生疼真重要 那是我真空的地方 想要有谁去海岸 我失去心跳 要往生日的朝 都没掉 不管太平衡 慢慢的没感受 是,之前我有提過看到你非常有興的MV就是這一首 哇,其實VV唱得這麼好聽呢,其實也有原因的 因為他也是來自音樂師家 你爸媽也是唱歌的嗎? 對,我媽媽,然後她是唱比較傳統的 真的喔? 對,就是名歌類啊 對,然後我媽媽,然後外婆,然後他們都是 現在就是以前一直都是音樂老師教音樂的 你覺得你自己現在選的歌路會不會有些就是你爸媽給你的影響 你才會選擇做歌手? 其實還好欸 如果是他們影響的話,我可能現在就是唱名歌 對啊,但是我就是喜歡上流行音樂 對,然後他們就是有時候那個之前剛剛喜歡上流行音樂的時候 然後就是都會唱嘛 對,聽音樂都會唱 然後所以就是自己唱的時候我媽聽到 然後就會就會去指證我說 啊,這個不應該這樣唱 然後但是我之前然後都不聽他的 因為覺得就是我跟他那個風格都不是一樣 那其實呢我覺得有一點我真的要向你好好的學習一下 因為你的根基已經那麼濃厚 但是你還去那個美國進修 然後呢歌唱的風格又不斷的改變 就是在新專輯裡面呢又加入一些的東西 還有你自己的創作是吧? 對,然後又寫一首歌詞吧 對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只有不斷的學習,然後不斷的去突破自己 然後才會就是更加有進步嘛 對啊,然後我覺得就是每個創作過程 然後其實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對,然後自己創作出來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看到 然後如果大家也有共鳴的話 我覺得就是又是一件很特別的感覺 對,那以後日子裡面 會不會有加一些樂器自己來彈奏一下? 嗯,樂器的話 那個就是現在我已經不玩樂器好久了 小時候有玩嗎? 小時候有,有,有 對,就是以前小時候就是我外婆然後教我彈琴 但是我自己就是以前就經常那種三分鐘熱度 對啊,就是彈一下然後又丟在一旁都不玩 我覺得已經有影響到了 因為我小時候有被那個聲鼠喇叭 你知道嗎? 但是呢,就是沒有就是很厲害那種 但是有影響到現在自己的那些音比較準 我覺得有影響的 對,而且那個拍子的音樂感都是很重要的 對,其實都會有去影響你對於那個音樂的感覺了 反正大家知道了以後的日子裡面可以聽到 比比越來越的歌曲都越來越有自己的風格 就是因為她自己散發出來的一種感覺 OK,對 那其實比比呢,除了音樂呢,很了得之外呢 之前我知道你也是過不同類型的發展 像拍播電影啦,春天畫畫同學會啦 還有第601個的那個電話 對不對? 是的,裡面的導演的戲份也是蠻重的 你其實很多藝人都是多期的發展 你有這個意思嗎? 呃,現在也想啦 因為那兩部電影其實距離現在也已經有三四年了吧 對,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拍戲 然後因為剛剛出道所以什麼都不懂 然後也不了解電影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回事 然後所以自己在去演那個角色的時候 然後然後就是,就是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然後比如說,啊這個就覺得,嗯 就感,比如說有感情系的方面 然後要抱抱就覺得,哎呀 就是,就不太... 習慣 自然 對對對,那些東西 對 然後所以,所以就是去創造角色那個方面 其實就是自己沒有很好的去了解到整一個事情 然後整一個角色就是作為演員到底要做什麼 嗯 對,但我覺得慢慢的然後經過到現在 然後自己就是也慢慢開始喜歡上電影 然後也慢慢了解電影 知道到底要... 演員到底是要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現在的話,然後就是會很想去再嘗試 了解多一點 嗯,其實跟不同的導演合作的話也是不同的一種方法 有些導演會讓你自己做自己的 有些會給你很多控制就是他想你怎樣你就模仿出來對不對 好,那麼已經到年底了,就有很多的頒獎會出現 那我們年底也有TV8進去幫頒獎典禮 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嗯,還是會有的 很謙虛 不如這樣子嘛 既然來到就拉拉票 叫粉絲們多投票好不好 對,然後因為年底 然後每次年底都有很多頒獎禮 然後之前在TV8頒獎禮上面 然後也有拿過很多獎 然後也希望這一次也有很好的成績吧 嗯,我記得之前你拿獎的時候呢 頒獎給你的那位主持人也是蠻帥的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都比他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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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